俄罗斯晋级在望,但尚未提前出现,埃及亦未出局北京时间6月20日凌晨,俄罗斯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第一场比赛打响,俄罗斯3比1战胜埃及,将出现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,赢下本场比赛后,并不被看好的东道主,已然出现在望,只要极端情况没有出现,俄罗斯人就在历史首次晋级世界杯淘汰在, 苏联时期结束后,俄罗斯参加过1994、2002、2014三届世界杯军指部小组赛,今年,作为东道主参赛的他们,极有可能锁定一个小组出现名额,不过,需要注意的是,世界杯小组赛两队相互战绩相同的情况下,需要比较近胜球,由于乌拉圭与沙特的比赛要在当地时间明天进行, 所以,俄罗斯无法在今天,就宣告提前晋级淘汰赛,理论上,若沙特战胜乌拉圭,而最后一轮俄罗斯赴乌拉圭,且埃及不敌沙特,那么俄罗斯,乌拉圭,沙特三队将同击6分,比较近胜球,虽然俄罗斯近胜球显然也占大优,虽然极难发生,但理论可能确实存在, 此外一个上存理论可能的是,埃及晋级,若沙特战胜乌拉圭,而最后一轮俄罗斯战胜乌拉圭,那么埃及,乌拉圭,沙特三队将同击3分,比较近胜球,这种也是一种发生概率极小,但理论上存在的可能,所以,明晚沙特与乌拉圭之间的比赛,显然将十分关键, 若乌拉圭赢球,A组两支出现队将提前产生,若打平,则俄罗斯提前出现,埃及提前出局,若乌拉圭输球,则理论悬念延续到第三轮